快看这性感的小五姿 没有男人能承受住这种诱惑 一旁的大胖都看呆了 男友老白直接把小美扛回屋里 接着打起了扑克 点了火就跑 这让胡子书生不如死 第二天 胡子书趁着老白出门 开始对小美献殷勤 并借机开油 他猥琐地盯着小美 不断吞咽口水 吓得小美借口回房间休息 可胡子书也跟了上去 偷摸躲着一旁偷看 被小美发现后 竟然开始死缠烂打 还告诉小美自己喜欢她 希望可以一起打麻将 人小美心里跟明镜似的 还不知她的花花肠子 直接当场拒绝了她 胡子书可听不得这话 表示要和她大战三百回合 小美一听想撒鸭子跑 却被胡子书拦住 胡子书趁机避冻了她 接着强取豪躲 小美无法抵抗 只能默默承受 十分钟后老白回来了 得知整个事情后 反而责怪起了小美 表示昨晚要不是她净显风情 也不会发生今天的事情 好家伙我直接好家伙 头顶被兄弟亲手 中了片大草原不说 还要骂女友不忠 小美一听这话受不了了 掏出手机就要报警 表示得让老白这几个兄弟全进去 老白直接就是一巴掌呼拉上去 真情同手足啊 老白这一巴掌让小美彻底清醒 终于看清她的为人了 原来她和胡子书才是真爱 接着就朝外跑去 老白见状也追了出去 胡子书和大胖看见这一幕 也跟了上去 就这样小美跑到一处悬崖边 三人也追了上来 见小美要跳崖 老白赶紧当面认错 并打了的飞滴来送她离开 小美情绪渐渐稳定下来 正准备和她回去使 突然老白冲过来 女人被男友一把推下悬崖 直接就被树枝跌穿 确定小美必死无疑 老白三人直接离开了 可小美开始了她的变异之旅 鲜血不断从伤口滴落 路过的蚂蚁就被这样砸死 随着血液大量流失 越来越多的蚂蚁寻味而来 突然女人吐出一口鲜血活了过来 她想要呼救渴一张嘴 鲜血流出倒灌口鼻 这样下去她迟早会失血过多而亡 突然小美看见不远处的打火机 想要伸手去拿 可总是差一点点 于是强忍着腹部的撕裂感 用耳机把她勾了过来 顺利拿到打火机后 她收集旁边的干草放在树干下 点燃草堆树干也跟着烧起来了 小美都快变成人形烤串了 见时机成熟她不停地摇晃 终于从树枝上掉了下来 小美听到渐渐靠近的发动机轰鸣声 察觉三人可能又回来了 于是强忍着腹部的疼痛感 爬到悬崖底下躲藏 老白三人来到悬崖边 发现现场只有一堆灰烬 却不见小美的踪迹 三人都傻了 从百丈悬崖掉下去 还被树枝洞穿 就这样还能活下去 指定是上帝的小姨子 于是赶紧开车来到悬崖下 想要找到小美的踪迹 但只发现地上的血迹 就这样老白一路追踪到小河边 发现血迹到这里就没了 三人开始分头行动 等两人走远后 小美缓缓浮出水面 接着摸到大胖身后 举起猎枪对准了他 大胖吓得尿都憋了 但小美毫不熟悉 直接扣动扳机 却发现没有子弹 大胖见状夺过猎枪制服了他 随后把他按进加了料的恒河水里 提起按下不断折磨他 小美逮准时机 拔出大胖腰间的匕首 一刀插进大胖的眼睛里 大胖就此被小美撕血反杀 接着小美顺走大胖的摩托和背包 逃进一个山洞里 翻出包里的药品 准备开始自我疗伤 女人被男友推下悬崖 身体被树枝直接贯穿 但她活了下来 小美躲进山洞自我疗伤 忽然她想起男友给过她一包奶粉 表示吃完全身就有使不完的劲 并且重伤也不会感到疼痛 她刚放进嘴里想直接吞服 却发现味道太淡 于是吐到地上加了点孜然粉 接着和着泥巴一起吃了下去 不一会儿 她感觉力量从身体各处不断涌了上来 也丝毫感觉不到疼痛 她用匕首划开一拉罐 然后和匕首一起放在火堆上烧红 接着拔出了身体里的树枝 再用一拉罐贴在伤口上 进行物理缝合 顿时煽动挑出阵阵烤肉味 小美也因为失血过多晕了过去 再醒来时身体已经升级成功了 她找到胡子书的踪迹 找了个制高点埋伏 趁着胡子书下车加油 举枪瞄准射击 强大的后座力甩飞了小美 而胡子书也只是肩膀中枪 小美起身再次瞄准时 视线里却没了胡子书的身影 她赶紧沿着血迹追杀 却只发现了一只鞋子 而胡子书此刻正在她的身后 同样的举枪瞄准 胡子书因为腹伤开枪打偏了 只是打中了小美的耳朵 小美急忙逃跑 胡子书紧追不舍 突然小美砸碎了手电 碎玻璃掉了一地 胡子书被划破脚掌摔倒在地 接着艰难地爬回车里 她决定开车撞死小美 望着迎面而来的胡子书 小美反而冷静下来 她举枪对准 成功解决了胡子书后 就剩下男友老白了 兄弟接二连三地被灭 让老白开始心生恐惧 她赶紧逃回家里 联系了直升机准备跑路 接着想冲个凉冷静一下 这时外面突然传来声响 吓得她直接掏枪向外走去 可四周空无一人 她刚放下警惕 却看见小美就在门外守 枪声响起 老白直接去见了上帝 小美慢慢走出房间 望着周围的一切 既熟悉又陌生 随后远处也响起了 直升机准备的声音 影片就此结束 电影复仇战机剧情简洁 节奏明快动作场面 让人血脉喷张 喜欢的朋友可以去观看原片 别忘了点赞支持一下哦 我们下期再见